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最新的國際形勢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前港督彭定康今天牽頭 帶領103位國會議員聯署去信給英國首相約翰遜 要求他對於香港官員實施制裁 第二宗消息 有多家外媒報導 即將舉行的拜奸會 有機會在會後達成一份聯合聲明 在這份聲明當中 就會明確提及到台灣的安全問題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彭定康在今天 去信約翰遜那封信裡頭 究竟是怎樣寫的 在較早前 中國曾經對英國的官員 議員和實體 分別作出了制裁的措施 這封信就說 中國政府這次對一眾西方世界民意代表的攻擊 是前所未見的 西方社會需要就住這件事彼此協調 並且聯手採取強而有力的對策 包括擴大制裁名單 利用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對那些持續嚴重侵犯維吾爾人權 以及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的官員和實體實施制裁 信件又說 顯而易見 中英關係的所謂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 他們就敦促 英國政府要重新檢視 並且盡快制定全面的跨部門策略 應對中國政府對自由持續增長的挑戰 其實這封信 首先是代表著一定的民意基礎 因為信裡頭不單是由彭定康來牽頭 另外還有103名跨黨派國會議員 也有份聯署 這不是單一政黨 而且國會議員的數量也有差不多 這已經是相當龐大的數字 因為能夠這樣吹雞吹到103人出來簽名 是不簡單的事 第二件事就是 反映到彭定康持續有關切著香港的議題 對現在來說還是沒有放棄到 畢竟他也是76歲的高齡 好了 究竟這封聯署信 是否能夠發揮到他的作用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要視乎到底約翰遜內閣 他們的對華政策是怎樣的 因為較早之前 曾經有些媒體傳出過一段錄音 這一段錄音就是由 外交大臣南韜文所說的 大家有聽過這段錄音都知道 其實他對於中國的態度 不是那麼強硬 所以這封信能夠有幾大程度上 能夠動搖南韜文的立場 我就相當懷疑 不過無論如何 這封聯署信本身 已經是代表著一定的民意基礎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在4月16日 即是明天舉行的拜奸會 到底他們會談些什麼 近來其實美國和日本的互動 都相當頻繁 在上個月 美日印澳才剛才完成了四方會談 在隨後 美國和日本又舉行了二加二會談 到明天 日本首相菅義偉將會到白宮和拜登會面 好了 很多外媒都極度關注這次拜奸會 BBC報導 日本政府透露 這次美日高峰會 將會談及到新疆和香港的人權議題 以及東海和台灣的問題 日經新聞說 拜登和菅義偉 將焦點擺在阻嚇中國這方面 台灣議題 預料會成為今次會談的核心議題 因為一旦中國要試圖改變台灣現狀的時候 釣魚台列島恐怕會受到波及 而對於部署在印太地區的美軍而言 台灣海峽和釣魚台 就屬於要衝來的 一旦美日在這個地區的阻嚇力下降的時候 任由中國亂來 甚至乎會進一步擴張大陸的勢力 全世界恐怕會因此而蒙上陰影 其實《日經新聞》這個說法 都是可以理解的 事實上來說 雖然台灣之前被蓬佩奧當成第一島鏈 但不要理會他是不是第一島鏈才算 反正台灣現在事實上 作為了中國和美國在太平洋第一島鏈之間的緩衝和屏障 一旦這個緩衝區域失去了以後 到其時 美國和其他中國周邊國家 就要直接面對著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 而在拜登剛剛上台的時候 就已經打了電話給菅義偉 跟他說 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範圍 就是涵蓋了釣魚台 而且日本方面也多次對於中國海警法提出嚴重關切 故此 台灣問題毫無疑問 就是今次高峰會上的重要議題 另外 英國金融時報說 今次美日高峰會在會後的聯合聲明 極有可能是相隔52年以來再度提及到台灣的議題 而對上一次在美日高峰會後的聯合聲明 有提及到台灣問題 已經要計到1969年的時候 當時就是美國前總統尼克遜 和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所發表 好了 今次又怎樣 報道裡面提到 說在日本內部 是形成了兩派不同的意見 其中一派認為 美日兩國 在三月中旬所舉行的二加二會談當中 已經是向中國傳遞了類似的訊息 如果今次的拜奸會之後 再以聯合聲明的方式提及台灣問題 恐怕就會過猶不及 甚至會產生反效果 從而徹底激怒中國 另一派認為 如果在拜奸會之後 聯合聲明當中能夠再次提及台灣 就能夠更加強調得到 美日兩國在安全領域上 採取著堅定的一致立場 日本有一名高級官員 就否認了金融時報裡面所提出 說日本不願意提及台灣的說法 就是說現在還是留下了一個復筆 提與不提 明天就見真章了 其實究竟日本目前來說 他們是顧忌什麼呢? 第一 日本向來的外交政策 都是傾向保守一些 甚至乎在緬甸的議題上 他們都沒有很大聲疾呼 或者在新疆的議題上 日本都是很後期才提出意見 如果在拜奸會之後的聯合聲明當中 真的有提及到台灣議題的話 多多少少就會反映得到 其實日本已經不再猶疑不決了 而且他們也落定了決心 完全站在美國那一邊 如果他們仍然是猶疑的 仍然他們是舉期不定的話 在會後的聯合聲明 應該不會提及到台灣了 因為日本他們是相當穩陣的 第二件事就是 日本其實都顧忌到 在今年7月所舉行的東京奧運會 究竟能否搞成呢? 目前仍然是未知之數 因為今天有一位自民黨的高層成員 就說有可能取消也不定 因為如果搞奧運會會令到疫情擴散的話 搞來又有什麼意義呢? 他就說了這番說法 但是現在都不知道搞不搞成的情況下 其實日本都會顧忌一件事 就是到底他們再強硬下去的時候 會不會讓大陸對於東京奧運會有什麼反應呢? 外界一直都認為 大陸是會強烈支持東京奧運會 藉此換取日本也是大力支持北京的東奧會 由於東奧會現時有可能遭遇到一些麻煩 有些國家可能醞釀說究竟還否參與呢? 其實就著奧運會這件事 日本都要相當顧全面子 在較早前 朝鮮已經率先宣佈了 說不會參加東京奧運會 當然如果朝鮮不參與的話 對於日本的面子就不會有很大的損傷 但是如果有其他的大國都不參與 那就不同的說法了 所以日本在奧運會的議題上有所顧忌 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今次的美日高峰會 和東京奧運會相隔的距離 時間也是太近了 只有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究竟在這份會後聯合聲明當中 會不會提到台灣呢? 美國的立場就是毫無疑問 他們一定很想在會後提出這個議題 因為拜登找到他的朋友 率領非官方代表團訪問台灣 已經反映出他是有意深化美台關係的 故此美國的取態就毫無疑問了 現在是看究竟日本 他們這一步棋下定了沒有?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